OK 那其他我剛有提到 如果你們 甚至可以跟你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實際上企業實習的經驗 或者你沒有工作經驗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長輩 其實他會給你很多的建議 所以我發現之前有同學上課跟我講 他真的去找他爸爸 他爸爸跟他講 反而他爸爸對我的課程反而更有興趣 所以最後花最多時間的反而是他爸爸 每天都在看 老師最近有沒有上新的影片 於是乎他們平常不太聊天的 後來發現原來我成為他們的話題 這也是滿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就覺得說因為比較有年紀的人 他們其實學習管道是很缺乏的 而且他不知道說原來YouTube是可以拿來做學習的 他們也不知道網紅是什麼 突然間原來開了一扇窗 原來這麼好用 OK 所以其實老一輩的人 其實他不太知道新的技術 但是年輕人知道技術 但是不太會知道說到底用在哪個地方上面 所以其實兩者之間如果有一個溝通的橋樑的話 我覺得或許可以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他們有經驗但是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你有學一些東西 可是你不知道用在哪裡 那你們可以互相交換一下意見吧 我覺得倒也不錯耶 OK 那主要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因為你們還沒有出社會 還沒有到職場上面 所以你其實對於實際上的職場需求 可能所知很比較缺乏 OK 那目前的話呢 其實說真的 產 就是說產業界 產學落差還滿大的 就是說你學的東西 將來能不能在職場上面派上用場 其實是打個問號的喔 尤其是就是非理工相關科系 理工科系可能比較吃香一點 因為學的東西可能會還是好用一些 但是非理工相關科系 尤其是文學院啊教育學院喔 真的喔 可能在技能專業上面喔 可能會是個落項 為什麼因為你們所學的東西 都不是最新的潮流 也就是現在職場上最需要的那些技術 剛好就是你們學不到的 OK 比如說文學院好了 文學院學的古人東西嘛 古人東西現在你跟他講說這東西 我唸文字學我要幹嘛 文字學用的 這輩子絕對很少用得到 OK 除非說你可能有一點年紀才發現 這個字為什麼要這樣產生的原因 不過可能在企業應該也用不到啦 很多像文學史啦 等等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轉換一下 這是我相關獎項 這是 那這也是拿一些獎項 像一個是什麼 卓越獎 趨勢先鋒獎 OK 那參考書目這個就是看個人 如果我是建議啦 如果假設你想要先多了解一下 有關以色有相關的函數的話 這本就是468招 就是468個範例 那我是建議啦 你學習這些東西喔 它就是工具啦 所以你也不要真的把它當文學作品閱讀 否則你會吐學 因為這裡面作者寫的文字敘述 真的不太文采真的不太好 OK 而且我說這怎麼會寫這樣 你寫 總寫的讓人家覺得想要閱讀 不然你看這電腦書的作者 其實真的還是有進步空間啦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工具 其實充其量它是一個說明書啦 有沒有像你現在買了一台電視機好了 沒有人會把電視機的說明書 從頭到尾閱讀完畢吧 對不對 OK 那什麼時候用到 你不會的時候再用到 不過後來發現說明書現在也沒人看 我們都喜歡到YouTube上面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人家先操作說明 直接看影片好像還比看說明書還快吧 對不對 OK 好 諸如此類的 那其他的話 VBA這些相關書籍啦 我就推薦 但是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找找看 尤其像這本書 它之為賣座啦 其實是因為 它的這個書的名稱取得很好 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然後呢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因為很多商班族每天都要做報表 一鍵喔 就是將來我們還是會教各位如何做按鍵 按下去自動事情全部做完了 哇 所以很多商班族喔 光看到這些 這本書 哪怕不知道它寫什麼 先買回去供著吧 哇 一個目標 不過後來發現翻了一下之後 得到的結果是 Excel VBA 看完之後的結論是 一點都不簡單 OK 因為完全看不懂 OK 所以很多人喔 看跟做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我主軸是教各位怎麼寫啦 其實我會給各位一些 我覺得你不用知道那麼多 你就知道該知道的就好了 說那 就像說啦 你去 其實工具嘛 就像搭交通工具 搭捷運好了 就很簡單嘛 你要怎麼樣教人家搭捷運 第一個 你要選一個悠悠卡吧 裡面有錢 第二個的話 你就過逼一下就進去了 然後你看方向對 你就往那個方向做 就會抵達 很簡單嘛 OK 那這個也是工具啊 所以我要教你們 大概就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而且我會圖文並茂 甚至把它錄影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地方不會做 像我有時候會去查YouTube YouTube上面有沒有人去 因為他做過嘛 他會把影片拍下來 我看一下 我就知道原來這麼搭車就可以了 像去國外旅行也是一樣 尤其到一些國家 你根本怕會做 搭錯車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吧 所以我會先在YouTube上面 看一下別人去旅遊的心得 有沒有 然後順便把它暫停一下 甚至我會做筆記耶 比如說他這邊出口有沒有 我會把它拍照 然後記錄下來 到那個地方我還記得 這邊要右轉要左轉 就抵達目的 就會比較有安全感 不然如果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 怎麼辦 再來怎麼辦 還要問人家 語言又不通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了 同樣的道理 這個也差不多啦 所以我很多地方會幫你拍照 你不用擔心 只是說你要找到 放哪裡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其中的專題 其中理論上 我可能會採報告形式 可能性比較高 以往的經驗 那我也想要用考試的 一翻兩瞪眼 不過好像大部分同學都會對要上機測驗 抱持著很大的恐懼 那大概就是這些 主軸就是請你把Excel裡面的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函數 第二個聚集錄製 第三個VBA 再結合樞紐分析表 再結合樞紐分析圖 把數據圖像化 先自動化 再圖像化 主軸會有這四個東西 其中跟程式比較有關係 就是聚齊跟VBA 就是這兩個 不過我這邊有畫一槓 主要原因是 可能我會試情況 因為我發現之前好像給五個範圍 很多人就會壓力很大 所以我把程式先拿掉 其中報告先不要有聚集跟VBA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先加一點沒關係 你分數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暫時做不到也沒關係 你就可以先不做 大概原則上這樣子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這兩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很快速的可以把資料做統計分析 並且畫出圖表出來 真的還蠻簡單蠻推薦的 那會簡單跟各位說一下 那另外如果說 你想要拿高文材 你說老師我電腦程度不太好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多寫一些心得 哪怕你敘述一下好了 你把你的心路歷程多寫一些些 你不要生意涼餘 哪怕你作業做完 那你生意涼餘 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做完了 你有沒有遇到問題等等的 你可以多寫一點沒關係 大概類似這樣 所以我們後面有一個範例 就是比如說台北市到底治安好不好 其實台北市政府都會有開放資料 那我會跟各位講說 哪邊有那個資料可以取得 你取得 但問題他給你的是一個 很大量的一個數據啊 但問題你要怎麼快速的畫出圖表 知道說到底 從柯P上任到他卸任 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怎麼做 但是我要是一個圖表 你不要說你給我一大堆數據 這個資料其實還滿好找 你Google找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其實就有資料了 其實這個就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裡面都有 那期末報告的話就多一些些了 等於是把期中報告再延伸多一點程式 然後多一點改變 你可以從期中報告再向上提升 或者是說換一個題目 或者是說等等的其實都可以 然後後面我還會多講一些東西 那這個是之前同學做的啦 比如說有數據 有一個統計結果 然後也有畫圖出來 然後像票房 像物價指數 像油價等等的 這個都有同學做一些東西 然後並且把心得寫下來 OK 原則上我們的基本說明大概就先到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有關 就是這個 GG.GG Excel to VBA 然後你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可以調整清單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幫我把範例檔先下載 OK 那以後的話會針對範例檔 做一個說明 OK 那比如說呢 第一個啦 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我把它打開 那它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有時候很簡單 拖拉到這邊來好了 解出來 然後這邊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把它分成六類 有沒有 第一文字與資料函數 到樞紐分析表 那你先把第一個 1-1這個範例打開來 那比如說啦 其實一般我會針對範例題 其實就是提問題 比如說請各位先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我希望呢 把這邊的手機號碼全部填上去 它有一個規則 這個後面有三個資料 其實就是這個手機號碼的三個部分 你說老師那個號碼11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手機號碼都09開頭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要先加上09 那就是11 OK有沒有 然後再 所以要串接用m的符號 然後呢 84裡面後面一定要三碼 所以如果不足三碼要084 要補一個0 那我要怎麼樣補一個 如果7的話呢 因為它只有一碼 所以要補兩個0 007 要怎麼樣把這資料填上去 應該不會有同學想說 直接就這樣 0911 1-084 1-007 你做一個Enter 下一個再一次嗎 如果你是這樣做四老 我跟各位講 你真的做到下班也做不完 而且像電信業者 隨便資料都幾萬筆 客戶資料隨便都幾萬筆 如果你不會把資料串接放過來的話 那一定是出問題 那上面有提示 要怎麼做 第一個 請你用串接符號來做 AND 第二個的話用REPD函數 加LEN函數 REPD什麼了 其實白話意思是repeat 有沒有 重複 重複什麼 重複幾個0的意思 這個要重複幾個0 重複一個0 084 這個重複幾個0 兩個0 那要怎麼知道說重複幾個0 你可以用LEN函數來做 LEN是算說這裡面有幾個字 有沒有 LEN過來之後 這邊就兩個字 那裡面應該幾個字 三個字嘛 三減掉2 那就1 得到1之後再repeat這幾個0 OK 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OK 好啦 如果會的話 自己先試做看看 所以第一個需求 就是把這個公式 把它寫到這邊來 寫完之後 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OK 反正再試 第二個是說 如果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這種動作 很多說嘛 所以以後甚至可以一個按鈕 在這邊按下去 全部OK了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按鈕 產生出來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VBA了 所以按鈕 我會教各位做按鈕 然後寫VBA 這個是第二階段 按部就班吧 所以第一個 如果假設你不會REPT加LEN 其實你可以切到前面這邊 有個REPT的範例 你看一下 這個 運用REPT 150顆 銷售量如果超過100就給1顆星 超過200給2顆星 所以這邊應該是幾顆星 應該1顆星吧 那當然你 不會有人傻傻的Ctrl C 有沒有 然後這邊怎樣 1顆星Ctrl V一次 對 然後這2顆星Ctrl V兩次 對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天啊 你是做到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對 所以喔 請你用REPT來完成 OK 那怎麼做 想想看吧 然後其他的話 像那個什麼 文字函數在LEN這邊有範例 比如說你要算幾個字 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文字類函數LEN 他用英文字母排列 L開頭 然後 他會問你說 文字在哪 TEST 在這裡 他會告訴你幾個字 文字給他 幫你算完 Return 返還給你答案 十個字 你可以向下填滿 他就全部做完了 OK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性別也是一樣 不過你可以看到 身分知道這個就有錯了 因為不可能有超過 十個字了吧 OK 那REPT這一題 其實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類函數 所以你們可能慢慢習慣一下 游標先放這裡 按這個插入函數 跳出這個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函數 FX就是函數 就方弦的意思 那全部的話 就是A到底下這邊有個Z 也就是說 從上到下你把它數一遍 大概有250幾個 不過應該你不用特別數啦 其實在說明檔裡面就有了 那其中的話 文字類裡面 就有個REPT OK 那一般的你要使用 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底下有說明有沒有 而且告訴你說 你要給我兩個資料 一個是TEST文字 要重複的文字 重複什麼 重複信號 LUMBERTIES是重複幾次 所以按確定之後 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那你把兩個問題答上 給它答案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TEST 就是這個信號 那信號你如果不打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直接過 就跟他講說 我那個次在這裡啦 所以你指向他 點一下 我的次在這裡 所以前後有雙引號 這個喔 那要幾次 那就從銷售量 有沒有 根據銷售量就B3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按確定 它會產生158顆星 因為它會重複的次數 所以LUMBERTIES是重複的次數 那所以我就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0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 就會有一顆星出現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向下填滿 是不是就全部OK呢 欸不對啊 為什麼 它不是兩顆星 四顆星 那沒有 主要原因在哪裡 你會發現喔 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的那個什麼呢 列號會自動幫你加1 什麼叫列號 C1 後面這個1就是列號 B3的3就是它的列號 就是第幾列的意思 會自動加1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讓它加1的話 因為我都是C1有沒有 很簡單 你在向下填滿的時候 請你把1的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有點像是鎖定的意思 你幫我鎖在1不要加 OK 那你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喔 那這個答案就完成了 有沒有 你會看這應該對吧 一顆星 兩顆星 四顆星 這個沒有 這個四顆星 那如果這樣子來做事 相對一定會比用塗髮鎮鎮快太多了 所以工作裡面喔 假如你知道哪一個函數 可以解決哪個問題 這件事就簡單了